你是否睡觉不安稳,感到易躁或者情绪化 总是忘记一些小事情,以及感到不堪重负和孤独 别担心,我们都经历过这些 你可能仅仅是压力太大,压力并不总是件坏事 它会在某些时候帮助你爆发额外的能量和专注力 比如在进行一项竞技性的运动或者必须在公众面前发言时 但如果压力一直持续,每天我们都接连不断地承受着压力 它就开始实实在在地改变你的大脑 慢性压力,比如过度工作或家庭纷争 会影响大脑尺寸、大脑结构和大脑功能 甚至会影响你的基因 压力开始于一种叫做下丘脑垂体肾上线轴的东西 一连串的相互作用在大脑的内分泌线和肾脏之间 它会控制身体对压力的反应 当你的大脑检测到压力情况 你的下丘脑垂体肾上线轴立刻会被激活 并释放一种叫做皮质纯的激素 提醒你的身体做好立即行动的准备 但是高水平的皮质纯在一段长时间过后会严重破坏你的大脑 例如慢性压力会增加你大脑的活动水平和大脑恐惧中心 性人体的神经连接数量 随着皮质纯水平的上升 海马体里面的电信号 即大脑中和学习、技艺、压力控制相关的部分开始恶化 海马体还能抑制下丘脑垂体肾上线轴的活动 因此当它减弱时 你控制压力的能力也会减弱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皮质纯实际上可以引起你大脑在尺寸上的萎缩 过多的皮质纯导致神经元之间突出连接减少 和你额叶前部皮质层的萎缩 这使你大脑里管理精力集中 决策制定、判断和社交互动的部分 它也使海马体中新生的脑细胞更少 这意味着长期的压力 可能使学习和记忆对你而言更困难 同时也留下了其他更严重的精神问题的隐患 比如抑郁和最后发展成的老年痴呆症 压力的影响可能直接渗透到你脑部的DNA 实验表明 一个磁鼠对他的孩子的培育的情况 对于他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 会如何应对压力有一定影响 被妈妈照顾的细致的鼠宝宝会变得对压力比较不敏感 因为他们的大脑里发展了更多的皮质纯受体 和皮质纯紧密相关的皮质纯受体抑制了应激反应 被妈妈粗心大意喂养大的鼠宝宝就有相反的结果 所以这些鼠宝宝在随后的一生里都会对压力更加敏感 这些被认为是表观遗传变异 就是说他们在不直接更改基因代码的前提下 影响了哪些基因被表现出来 如果此鼠妈妈被交换 这些变化就会对调 但是还有个令人惊讶的实验结果 一个鼠妈妈导致的表观遗传变异 会被传递给他后面的好几代 换句话说 这些行为是会遗传的 但是也不都是坏消息 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改变皮质纯对你紧张的大脑的影响 最有力的武器是锻炼和冥想 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同时也会深呼吸 并关心和关注到你的周遭环境 这些活动减少了你的压力 增加了海马体的大小 从而改善你的记忆 所以不要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而感到挫败 人们只有控制好自己的压力 才不会反过来被它控制 慢性压力不仅会影响您的大脑 它也会损害您的身体 您的身体如何对压力做出反应 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